OK 各位觀眾 今天幫你們邀請到的是 我帥帥連線的Partner 也是Plus League的賽務主管 我們的Kwon Yay GM 感覺今天這一集要謹言盛行一點啦 今天這一集是大家敲碗已久的 針對裁判爭議性判決的討論 除了Kwon以外啦 我真的想不到有比你更適合的來賓啦 畢竟這個就是你最專業的地方嘛對不對 你是靠這個吃飯的 對吧 嚴格來說是啦 好 那開場的時候 我有特別把你的job title丟出來講了一遍 之所以會這樣做 主要是因為我想要先從Plus League 近期最爭議的一球 開始跟你聊起啦 那就是在領航園主場 1月6號所發生的這一球啊 當時的比分是鋼鐵人85 令行員83 那這邊盧俊祥底腳切入 準備來個反手上籃 然後被丹尼爾給蓋了火鍋嘛 那這球比較有爭議的地方啦 就是丹尼爾在蓋盧俊祥火鍋的同時 是有先拉到籃網的嘛 沒錯 那這球礦可不可以請你跟我們觀眾講解一下 這球的爭議點在哪裡 以及為何當下裁判並沒有吹哨呢 其實那場比賽剛好是我做賽務獨到 就是我在紀錄台 然後像你講的那一球當下是丹尼爾先碰了網子 沒有問題 那其實當天比賽後的 不管是網路上的風聲 或者是甚至我當天從比賽離開的時候 很多球迷也有抓住 我問這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那球沒有吹GOTAN 或是妨礙重瀾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很重要的一點 是要先了解說 在FEBA的規則裡面 妨礙重瀾 GOTAN跟Interference 干擾球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分開來看的 那這個情況假設成立的話 其實會是屬於干擾球的這個規則裡面 但為什麼這球在我的認知裡面 其實也不是成立的原因 在於干擾球 基本上有兩個比較大的邏輯 就是一來是球 假設在要進入籃框的時候 防守者或是球員阻止他 pass through 或是進到籃框裡面 這樣子是屬於干擾球 這個狀況 可能在這個上面比較不成立 那另外一個狀況 會是屬於說球員拉籃網 或者是拉籃框 或是甚至拍打籃板 導致整個框晃動 有vibration 讓球沒辦法自然的進到籃框裡面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也不成立 因為你去看內球的話 丹尼爾在他碰網子前 或是碰網之後 在一個非常好的防守的站位 等於是說盧俊翔那球 其實在我的認知下面 是他本來就沒有進球的可能性 那碰籃網這個動作 也沒有影響到他進球的可能性 所以並不是說你一旦碰了籃網 就有干擾球的成立 但在觀眾的角度啦 我自己看的時候會認為說這個是時間差的問題嘛 我們對於這球的質疑點在於說 他是先做出了觸碰籃網的動作 才有後面封阻的火鍋行為嘛 關於這個先後順序 你覺得有沒有影響呢 我覺得在這球沒有影響 但是我可以舉一個例是 假設說丹尼爾拉網子 導致框可能有晃動 然後盧俊翔那個上籃 在出手之後球打到板 因為晃動改變了他的trajectory 或是改變他的動向 那樣子干擾球就成立 但是這個球狀況不太一樣嘛 他並沒有後續發生這些事情啊 OK 那另外一點就是 針對這個可不可以review的問題 因為在當下裁判是沒有吹哨的嘛 那導致後面好像卡總他想要challenge 可是按照聯盟的規則 他是連challenge都沒有辦法challenge的 那關於這一點 Kwon你可不可以跟觀眾解釋一下 就是說因為據我所知啊 在今年規則改變前 Plus League好像是可以challenge 類似這樣子的play的哦 嗯 我覺得我們在去年的那個規章上面 有做一個比較特別的改變 是說讓教練可以去挑戰 沒有吹判的干擾球 或者是妨礙重籃的球 那當時這個的邏輯 當然是希望讓比賽的公正性越高越好 但這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有關注我們比賽的觀眾 其實應該都很清楚 在上一個賽季有遇到一個狀況是 張宗憲跟夢想家 在一次挑戰未吹判的妨礙重籃的時候 一次得四分的案例 當時的情況是大B 他妨礙重籃他go 10 但是當下裁判沒有吹 然後副棒挑戰 但是在挑戰前 就在妨礙重籃後 還有一個動作是張宗憲下來的時候 被夢想家球員犯規 那在我們過去的規則當中 是妨礙重籃後 就是那個要challenge的play之後 所發生的事情 都是成立的 他被犯規這件事情 不能因為他被挑戰了 妨礙重籃成功後 就沒有發生 意思就是說 他挑戰成功 妨礙重籃兩分進算 但是張宗憲下來被犯規的那個動作 也是成立 所以等於是他兩分進 然後又可以去罰兩球 那我覺得從邏輯上來講 比較奇怪的地方會在於說 假設第一時間裁判 那個go time就催了 那後面犯規的動作 就不可能發生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案例 假設你想嘛 如果這一球 當時發生在冠軍賽 第七戰獨秒階段的時候 那我們不就完蛋了嗎 對 所以最後決定就是 OK 那我們就不要做這個挑戰 這也是為什麼卡總那時候 我覺得是他想做挑戰 但我們不能給他挑戰的原因 OK 好 以上這個是關於plus league的討論 那接下來 我們要重點討論的就是 NBA這個賽季 最具有爭議性的三球 這邊最具有爭議性 我必須強調是我們兩個的主觀意識 不代表這個就真的是 公認的最具爭議性 好 那首先第一球要來跟各位聊的就是 雷霆與勇士的比賽 這個是發生在11月3號的比賽 最後的兩秒鐘嘛 就是Stefan Curry上籃 然後透過review 我們可以看到 Jermont Green這邊有一個很明顯 抓到籃網的動作 那當下裁判是判定說這個是 offensive interference 所以原本的141比139 變成就是雙方平手的狀態 準備要打overtime 可是透過challenge 反而被裁判overtime了 變成勇士贏球直接帶走比賽 那這邊我其實有點看不太懂的點是說 從小到大 我在打籃球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看過 球還在籃框上面轉 有人抓籃網 這個可以不被判offensive interference 那關於這一球 礦你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這球跟盧俊翔 我們剛剛討論的那球 有一點像 的道理是在說 他的關鍵會在於是 裁判認定上覺得 Dreamont Green抓網子的這個動作 有沒有影響到球去晃動 或是影響到他進球 或是不進球的機率 那我翻了一下NBA的 rulebook 其實基本上他們 offensive interference 如果要成立的話 一樣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因為拉網或是拉框的動作 導致球不自然的改變了軌跡 或者是甚至你讓籃框 直接就是拉歪了 除此之外其實他們也不太會吹 那我去看一下他們那場的 The Last Two Minute Report 他們認為Dreamont Green抓網子的這個動作 並沒有導致球 有不自然的軌道的改變 另外就是Dreamont Green 他本質上他沒有碰到球 所以他們最後選擇 Overturn這個決定 可是我印象中 他們當下 Overturn的理由是因為 Josh Giddy 先做出了類似的舉動 之後Dreamont Green 才做出了抓網的行為 按照順序來看的話 因為Dreamont Green 是在Josh Giddy後面 所以不會造成 所謂的offensive interference 這個我沒有記錯吧 照當時發生的情況確實是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有可能是 當時裁判的邏輯思維之一 我剛剛講的比較會像是說 Replay Center 出這個最後兩分鐘報告 他們的解釋 可是我的想法 還是回到問題的癥結點 就是說 站在一個球迷的立場 這個吹判有一點不符合 我們對於籃球 所認知的一個基本邏輯 OK 這球的例子 我剛好introduce一個NBA referee 他們常常會用的一個詞彙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選擇一個你最能夠用邏輯 去背數的決定 我覺得可以換一個方向想 假設這一球今天裁判 就說Dreamont Green offensive interference 決殺球不算 我覺得對裁判而言 這是一個更難去為自己背數的決定 或者是他會是一個 會遇到更多挑戰的決定 蛤真的假的 因為我的想法是 如果是以這個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因為他這一球決定了比賽的勝負 那你如果收回這一球 讓他們打Overtime 然後最後再由他們自己兩隊 在延長賽去決定這個勝負的話 相較之下不會比較合理嗎 我懂你這個邏輯 但我覺得我的反推會是說 Dreamont Green有這個動作 充其量我覺得是marginal 他offensive interference的case 是marginal 也許真的有成立的空間 但是他並不是明顯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因為一個marginal 去take away一支球隊的兩分 在裁判眼中 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決定 所以我個人猜測 他們的邏輯 可能多少也有這樣子的成分存在 Ok ok moving on 接下來這一球 是發生在去年年底 美國時間12月30號的這場比賽嘛 也就是我的GO 然後老詹在對上灰狼隊的比賽裡 胡仁在落後3分的情況下 老詹從3分線外直接拔了一個3分 可是這一球卻被裁判 誤判成兩分球 導致最後胡仁輸掉了這場比賽 那關於這一球 Kwon你的看法是如何呢 針對他們too many reports 所提供的解釋 你認為合理嗎 因為那場比賽我沒有直播刊 我會看到這一球也是透過社交媒體 我當下反應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那天是LeBron生日嘛 他們給LeBron這樣子的生日大禮 我是有點吃瓜的在旁邊看 但我覺得 張黑啦 你就是張黑嘛對不對 2-minute report 他們是說是正確的判決嘛 Ok 因為NBA他們的replay的規則是 在你可以replay的球 你如果要overturn的話 他一定要是明顯的 如果他是不明顯的 他就是inconclusive 不能去overturn他 好 因為針對這個inconclusive evidence 我就是非常不同意啦 所以我站在一個就是不專業的球迷立場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今天老詹是很明顯從三分線外起跳 然後做一個灌籃的動作 假設他灌進了 那這一球算不算三分球呢 算啊 算啊 就是三分球 好 我就在等你這句話 算 Ok 那我們再講回老詹的這顆三分球好了 所謂inconclusive evidence 什麼 你講什麼 哈哈 這是這顆嚴格來說是兩分球 呵呵呵 呵呵呵 好好 重點來了 我有點不太懂 到底inconclusive evidence的起因是什麼 因為站在我的立場 當我看這個replay的時候 老詹很明顯他的腳 在起跳的當下 是在三分線外的哦 我覺得優肯他確實在三分線外 但老實講 NBA last two minute report 他的好處 我覺得他會附上一個影片 像這一球 他就是一格一格的給我們看 他一開始很明顯的 絕對在三分線外 三分跟那個他的腳 甚至還有一點點的空間 但是他在出手起跳以前 他的腳有往前 應該說有旋轉 往前挪動一點點 讓他離三分線又更接近了一點 其實我覺得裁判是有背書 或是有evidence可以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認為那是兩分球的 而且我在講個可能比較觀念的東西 就是裁判其實在看三分球的流程 第一步絕對都是先看出手點腳在哪裡 接下來他們會做一個up down rebound 就是看出手點有沒有被foul 然後接下來看下來的時候有沒有被foul 然後再看籃板那邊 這個裁判他每一個步驟都做到位 他在出手點的時候 他是頭往前伸 看他到底出手點在哪裡 所以對我而言這一球 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尊重裁判他的決定 但是反之就是 如果當時他們第一時間就吹三分的話 他們replay看完 他們一定也是要給他三分 因為不夠的證據說 他有到兩分球的這個D代 所以這球的真結點還是在於說 他當初的initial call是什麼嗎 對 好啦 那沒關係 反正這球過去也都過去 只是就是我還是挺氣憤的 憑什麼在老瞻的birthday 你給他這樣子趕 你看在他生日的立場 你當下就應該給他判個三分啊 我先判三分 我再來看可不可以推翻嘛 而且回到你剛剛講的那個哦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對方落後三分的情況下 你覺得哪一個call 是 least resistance 那一定是先判給他三分嘛 對我剛剛正是要怎麼講 而且另外一點是他們down3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想要take個3 所以對啊 對啊 沒辦法 這個決定通常就是這樣 split second一秒的 他們就是選擇吹兩分 或是那個裁判 從他那個角度 他認為很明顯是兩分 這個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video angle 嗯好 OK 那最後要來跟大家討論的 就是近期最最最爭議的這一球啦 我自己看了 我是完全無法想像 要怎麼樣去幫裁判做辯駁 也就是發生在1月8號 塞爾迪克與劉瑪的這場比賽嘛 那這邊Jalen Brown做了一個 往右切的動作嘛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左手運球不OK對不對 當他切到baseline 準備去執行一個這個 漢地拔衝的跳投時 旁邊跳出來協防的這個Buddy Hill 很明顯是先打到他的頭 然後才碰到那顆球的吧 那當下的判決是一個犯規嘛 結果裁判卻在review完這個play之後 反而overturn他原本的這個犯規判決 這我真的怎麼樣想都想不透耶 你這邊是一語道破的這球最重要的點 就是防守者跟進攻者的contact 是先球才投還是先投才球 或是一起OK 對因為如果他是先球才投的話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他是合法的防守動作嘛 雖然他確實有打到他的頭 但是NBA的規則是那個會屬於所謂的 incidental contact 你合法的防守動作後續碰到的這些動作 是可以被取消掉或者就是不堪的 但是我自己的認知啦 我覺得沒有很明顯的是先打到頭才打到球 我覺得他發生的時間點其實是蠻接近在同時間的 他如果是在同時間的話 那我剛剛所講的前面那個incidental contact的規則就也成立 所以我自己的認知是裁判確實是照著規則吹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大部分的人會認為說這球有很大的爭議 這球我們如果站在5050的立場 就好像剛剛LeBron那一球一樣的道理 當你的evidence是inconclusive的時候 就是不夠去推翻你原本的判決時 不是應該維持原判嗎 他哪裡來的evidence是可以百分之百確定 頭跟球等於是同時發生的 這個是我有點不能理解的地方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就會變成是裁量權跟個人主觀意識 開始滲透到裁判判決這件事情裡面 因為裁判這個工作本來就會有一點點 自我主觀意識存在嗎 不然請AI來做就好了嗎 那我覺得裁判這邊的解釋 我看他們last two minute report也是這樣寫 就是他們認為這兩個動作是同時發生的 那對我而言假設這球他們要把它challenge 然後overturn掉的話 我會反而覺得說 那下一球porzingis的那個犯規就不應該吹 因為他這兩個動作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去看的話porzingis那球也是 他在一個直上直下合法的legal position 然後他block到球的同時打到他的手 這兩個東西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邏輯 然後你去看NBA的last two minute report的話 porzingis那球他們吹誤判 所以對我而言邏輯會比較是 Jalen Brown那球沒有問題 但porzingis那球會被放大損失 哦 你就直接跳到porzingis那球 我都還沒有要開錯那一球了 你直接你先跳到下一球 好沒問題 我覺得最最最不合理的地方 就前面Jalen Brown那一球 就已經非常不合理的 然後緊接著porzingis這球又來了 裁判到底有沒有壓 沒壓的話怎麼可能會這樣子搞啊 就是你怎麼可能是一邊不給一邊又給 就完全不符合邏輯概念啊 是啊我覺得這個也是常常 至少在我自己工作經驗上面 教練最常來跟我講的東西 就是你們想怎麼吹的尺度 其實我們都尊重 但是你們要一樣 不然我們不知道怎麼抓 那在賽爾黎克跟六馬這樣比賽 我覺得就是一模一樣的道理啊 OK那所以以上的討論啊 我認為最不合理的應該就是這一球 而且你也同意嘛就是裁判私有 f Dar obligate 指自己不確定是哪一球 那我是認為兩邊都是 我覺得 Jaillon Brown那一球首先一定要吹 然後再來就是那 你同時又沒有兼顧到一致心 我覺得是一個double 大,要不要再猜 那除了賽爾的地獵與流馬的這一球以外 前面兩個我們討論的爭議性判決 你看完了replay之後 以及他們的2MINIT report 你認為都是合理的嗎 就是解釋上面都是我可以认同的 我会这样讲 那我自己看完的看法是 我认为啦 即使他在文字上面说的过去 或是你可以拿哪个chapter 哪个section的某个条款来压我 我认为站在一个球迷的立场 都是偏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东西 比较有趣的平衡点在于 其实我们都知道NBA这几年的哨音 是逐年上升嘛 一点点contact他们就吹 所以比赛其实常常会有人抱怨很琐碎嘛 假设我们再把Jetton Brown Nation拿出来 如果像是NBA秉持着一个 任何contact都要吹的道理 那打头的这个动作 到底算不算是incidental contact 这个东西的一致性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会挑战的癥结点 反而会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单纯从一个球迷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也会觉得不合理 就是像你讲的 从规则上面也许解释了过去 但是从optics不见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啦 邝来跟球迷们分享一下 他从专业的角度是如何分析这几球嘛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内容 也麻烦就是大力的帮我们按个赞 如果这集点阅好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些historic controversial call 而且这个没有last two minute report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了 对对对 很多真的改变NBA历史的一些吹判嘛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蛮有趣的 所以如果想看的话 记得帮我们留言按赞 点阅充个15万 按赞帮我们破个4000 我觉得合理吧 合理没有问题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告一段了啦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